謝謝 每一次在我們節目裡面呢 總是在抱怨老公 說老公多無能多不會 今天要讓他們好好平反一下 因為今天都是來的 都是夫妻檔 然後老婆 他們都是來稱讚老公的 對 就是說 我的老公多有才華 什麼都會 而妳的老公 沒有我老公厲害喔 這種感覺 可是我稍微掃射了一下 這三對夫妻 他們的老婆都 在我們節目 大講他們老公有多無能啊 不然 所以其實我會滿矛盾的 而且講過不只一次 我還好啦 因為我第一次來 我第一次來就是要講好話的 對 你是 對耶 還好第一次來 不敢讓他常常亂講 因為萱萱 因為萱萱就一直講說 他就是纏著你啊 沒有 因為之前有時候 是一些節目效果 但是今天就是實話實說 老公有多好 所以沒有要做效果 我早就已經習慣了我這個 已經在流汗了 對啊 小二哥我才開場 已經在流汗了 對 那楊珊達是自我感覺良好 你根本不需要別人說你好啊 我覺得今天晚上 只要在現場都已經是贏家了 都已經是人生的贏家了 好險喔 好險喔 你們都這樣嗎 好險喔 嘉賓是諾哥 跟他們並列這種 最佳人夫的這種角逐 我覺得真的是人生莫大的成就感 我覺得你的 你的成就感 會不會太容易得到 我今天講 諾哥是一個對比 好男人的榜樣喔 好 因為諾哥畢竟是前輩嘛 是 所以我們先讓後輩講好了 因為我覺得 萱萱 我真的覺得你老公 還有功能嗎 還有功能嗎 不是 他也動不了 然後又說他也沒有朋友 他說他最好的朋友是你耶 對啊 他最好的朋友就是我 但是轉個念來想說 我老公沒有去外面 就造成熟地 妳認真講 妳老公的什麼優點 好 認真嗎 認真講一點 我覺得我老公 他是一個 旅行中最好的伴侶 伴侶 還是旅行中最好的行李 伴侶 是不是行李 是不是說話 嘴巴伴侶李啊 他會懂 手續要伴侶 對 我不跟著好好說 他說伴侶李啦 菁姐 有板子 沒關係 我們可以照念 不要慌 就講實話 妳也照念 OK啊 講什麼 妳看 這樣緊張 那板子就出來了 我講實話就嘴歪是不是 沒有 妳講話話才會嘴軟啊 好 我真的好好講話 伴侶嘛 他是非常重要 包括在旅行中 像我譬如說去一些國外 去一些沒有去過的地方 他永遠二十四小時 都一直在看手機 在找那個手機導航 在定位 然後剛開始會覺得 很有安全感 去哪裡就是交給他就好了 都OK 絕對不會迷路 對 非常有安全感 結果後來我就發現 他永遠那個指標 都是那個 反指標 他朋友跟我講說 老婆 這裡左轉 那就是代表目的地在右邊 屢四不爽的反指標 永遠都這樣子 這是優點嗎 但是你要轉念 就是一種地獄倒霉鬼的狀況 就你在下注的時候 你就永遠跟他下反邊 你就會贏啊 對 你這樣子也是贏啊 很厲害好不好 這算優點 真的嗎 有些人可以看那個 Google Maps 然後就真的就是照著走啊 他已經照著走 照著看 然後他就說 這邊左邊 OK 那就是右邊的意思 你就是聽相反的 找到他哪裡的優點 哪裡好 我就哪裡放大 這很好耶 在異鄉 你有多需要這個安全感 楊謙大 你可以完全照著 那個Google Maps 找到那個目的地嗎 沒有問題 你是反方向的嗎 就算他的女廁 我都可以把門踢開找到他 好 你是在哪兒 是變態吧 是變態吧 所以他的使用方法 到底錯誤在哪裡 是你拿得不對嗎 還是怎麼樣 Google Maps它設計得不好 它的設計其實 是有一點 有點瑕疵 有一點瑕疵 它那個指針 其實是會有一點錯誤的 對 是啦 他有上下瞧的時候 都搞不清楚 它在上面還下面 對不對 對啊 但是我老公 他是可以一直看目的地 就不用導航 他就可以導 那臭屁什麼 我以為比較厲害 因為他那個還看錯 然後還要反方向 還反方向 可是你反方向 就會找到你人生的道路 就是終點就在那邊 這種莫大的安全感 就在我老公身邊 我才會有這種感覺 可不可以再講一個 比較正常的 正常啊 這還不夠正常嗎 這已經是最棒的了嘛 開始嗆了喔 還有我知道就是 擠出來 我覺得比懷孕生子 還要痛苦的事情 就是腮奶 腮奶 腮奶很恐怖 當媽媽都知道 我那時候剛生的時候 就是每天都脹成石頭奶 我也是 脹成正方形的耶 超痛的 痛苦到底會飆淚喔 一定比那個婆婆還痛 對 真的 真的 我怎麼樣大力擠 小力擠都沒有辦法 就是擠出那一兩滴來 我還請護士 他用那個指關節這樣 挖我奶 然後我就這樣 我就說 真的是 痛到表演 然後髒話 妳真的一定要罵耶 對 然後我就是已經 沒有任何辦法了 我就很絕望地 躺在床上 我就看到 我老公在那邊 我說老公 不然來試試看好了 結果哈孝遠這樣 大手一掐 我整個變魚尾獅在噴耶 真的假的 大疏通耶 超強的耶 後來我就再也不用 這它力道非常強是不是 它就是拿捏得非常好 這樣一掐 整個就噴了嗎 大噴射 妳以前有在 瑞瑞牧場打過功嗎 對 那妳人家才是弱 妳什麼啦 從根部 然後讓它整個這樣子 對 有一個手劍 對 通乳高手啦 真的是祕乳高手 因為妳一旦通了 妳之後就很好擠啊 很帥耶 這個很值得炫耀的 我老公還吸著吸 還吸不出來 我老公也是用吸也吸不出來 吸也擠不出來 就妳遇到都抓不對啊 我跟你講 你下一胎如果有需要 我會見你 沒有 我會見你 好不好 他就是這樣子 假後到手 跟每一個他的姐妹們說 就後來就是 漸漸的他的姐妹一開始 都懷孕嘛 然後都 你真的是幫他吃喔 我當然是沒有啦 但是我是看他啦 他是很大方講說 因為我覺得 不要帶那些有色眼光 你就是健康的 就幫我姐妹哺乳 你就把他當成一個護衣 不是 我是OK耶 對啊 我大方啊 可是是不是妳 姐妹湯不好意思 那不是姐妹湯 妳沒OK嗎 不是 好像可以接受 因為我後來真的 就是沒有辦法的時候 我也是請別人來幫我 其實那有一點 像吃小籠包的那種 陰力你知道嗎 你不能直接 這樣下去 就是說他會很痛 就是你 我為什麼在那邊 澆起來 沒有 你澆起來 你用你的膝蓋示範 好 稍微教一下大家 對 比如說你要從這邊開始 對 這裡面嘛 這裡面嘛 然後你要開始就是 你必須要先把它 對 先讓它 你把它撐住 你要整個撐住之後 讓它有了一種安全感 OK 然後開始慢慢的這樣子 往外面去擠 好像這樣有這麼一回事耶 這樣子 因為有些人他可能就 直接就 一個點按壓 一個點按壓會很痛 你必須要把那個力量 平均分散在 但老公你怎麼會啊 你怎麼會啊 我也會 忘記了 反正 就可能要這樣 這樣由外往內 你那個手勢感覺很舒服 由內往內 很舒服 真的 你如果有需要的話 下次再找我 你那個生氣 我又沒有懷孕好不好 接下來應該是你用不到 因為這樣 然後我就有了 我的事業第二春 沒理啊 搞不好 密魯師啊 對啊 而且是男性很吃香耶 不錯 超新的 整型的你也可以幹嘛 他密魯師耶 他密魯師 自從就是可能 他奶通了以後 可能這項技能就沒有 沒有 我還是可以把它用在 我兒子身上 因為我兒子他小朋友 現在開始 大便常大不出來 小朋友會便秘 這個時候我只要幫他 按摩肚子 大概五分鐘 你可以按到他的腸子對不對 我可以整個就是 按到他整個就是很深層 然後他也不會痛 也不會哭 按完以後 他那個大便像 雙麒麟一樣 就這樣出來 很厲害 那算是我人生中 就算是比打籃球還有 還更有可能有感的事情 所以你的手是萬能的耶 滿厲害的 所以目前為止 他那個擠奶 跟幫小孩那個排便 你們其他老公會嗎 對啊 這很難超越 這個滿厲害的喔 對啊 沒有試過 我不知道 滿實用的吧 我的手法一定要 試在你身上 你才知道我有 你給我比 這樣就不知道 有了 快 不然怎麼比 我OK啊 我OK啊 我不擔心 不要用這個 要講就要做 我跟妳講 要講 全部重力啊 好 那大家等我五分鐘 所以你就不要講 他做OK 藍石重力 來 藍石重力 來 等一下 來 來啊 來 來 來 他的手 他的手很靈巧 他的手真的很靈巧 對 舒服的那種 舒服的 等一下 我也有一系列 手法的東西要放下 手機 真的喔 你們還沒有 你們有小孩嗎 我沒有啊 所以你也有經歷過 那個藏奶的痛吧 我有 我有經歷過 我一樣就像石頭一樣 那就是跟我們一樣 可是他真的 那時候真的 沒有辦法 他擠不出來嗎 可是他很會幫小孩 就是推便便 可是那為什麼 他的奶你會擠不出來 對啊 為什麼喔 那時候 不是啊 因為那時候 在那個月子中心 有那個啊 護理 阿姨 幫忙擠 對啊 阿姨用得很順啊 阿姨用得很順是不是 阿姨用得很順 是不是你都把阿姨用得很順 阿姨 有一個阿姨 他很會做月子餐 又很會做這個方面 那個阿姨就很受歡迎 你就沒有跟他想過吧 不是 因為他的手是 比一般人的手還要再大 就是大很多的 所以他也是怕說會 弄傷我 所以他會很著急 我說好痛喔 怎麼那麼痛這樣都 但是都擠不到奶水這樣子 他就開始著急 然後開始搜尋 就夠找一些資料什麼的 最後他說 那找那個護士阿姨好 來幫忙這樣子 那護士阿姨一出馬 有效 然後他就省事了 好 那妳的老公的手 還有什麼功能 我先摸一下 對 妳的法脈是不是 我先看一下 他以上的功能 對 他以上 我老公的手的功能呢 就是以上這幾條 我覺得挺棒的 就是 讓一些比較廢物的東西 變成是有用的玩具 例如什麼 像我的小孩在那個 一年級 二年級 就是寒暑假作業的時候 是不是要教那種 一些手工 手作 手作 對 然後No哥他是 道具出身的 所以他很會做道具 對啦 過年的時候 小朋友都會吵著 要去那一種迪化街 然後去買那一些什麼 這是你做的 對 很強的 這個很厲害 No哥是你做的 很厲害耶 那種牌子好像真的耶 這牌子是真的 你們弄的那種玩具 看出來重點 對 所以那個你要騙 老師說是小孩做的喔 沒有 就跟女兒一起玩 因為我們那時候 有怎麼做 對啊 好可愛喔 對 這個是壽司的部分 這是另外一個 老做的部分 然後我現在要說的是 那個搓搓熱的部分 那有些搓搓熱 就是小孩會搓 就搓得很開心 但是裡面的禮物 可能很多種 但是每一樣拿出來就是 怎麼是這一種 全都是爛貨 就是這些小挑的 然後手一拿就捏破的 碎掉的那一種 所以應該是運氣 跟她的手應該無關吧 沒有 可是搓搓熱 都是其實就讓小朋友 有搓的那種 快感 快感跟樂趣而已 那裡面的東西 到最後我們就會拿一個 小垃圾袋 把它裝在一起 然後準備拿去回收 然後他是一個勤儉 非常勤儉的一個人 所以他就把它撿起來 然後就開始做 比如說那一年很像是 虎年的寒假作業 他就把那一些 搓搓熱的東西 玩具 把它弄成一個 老虎的樣子 這麼有才華愛 上廣可以看它類似什麼東西 他就把它黏 因為以前 有些以前我們做電視 有些東西是沒有現成的 我們就買 就現場道具自己弄一弄 我就用一個 大的一點點的賽車 然後就把它這樣子弄 可是那 就去學校的時候 小孩要怎麼跟老師說 他參與了哪一個部分 就是說那個 爸爸跟我一起完成的 老作 對 只要這樣講 老師也要搓 他就搓啦 至少比一些 有些是買現成的 爸爸 他可能再加一些東西 他就 對 但其實這個就是 學校的 就是親子的互動 把它組裝在一起 就很OK這樣子 因為小朋友很多玩具 是後來就丟掉了 比如說他 有時候買那種 以前那種燈籠 久了他就不要了 或是放久壞掉 可是它裡面那個燈籠 那個燈那個線 你可以留著 對 而且現在很多流行 就是一條線 然後上面有很多LED 小小顆 你把那個留著 然後到時候他現在 比如說過年他要做燈籠 那你就可以把那個 塑膠透明的那個球 那個大家不是都不要嗎 你就可以把它一顆 一顆弄上去 這樣 然後我再把它 用成紅色 它就很像 一串鞭炮會發亮 還挺有頭 那你們知道嗎 學校 小朋友不是有時候 沒有關係 不用重複 你會玩那種球 球池 球池不是有人 我不會弄這個 你幫你聽聽聽 花獎今天是老婆講好不好 是老婆講好不好 你不用教學 我沒有學這個 你不要學這個 學這個 沒有學 不是 因為真的 小朋友這個勞作 它是有算在分數裡面的 所以一開學的時候 他就幫他女兒搶到很多分數 就贏在起泡點 學幫你老婆留害 沒有 這故意的 這我弄了兩個小時 真的 真的 你故意要這樣歪一邊 現在跟你講 這是運勢的 我們就要黏一條在這邊 他只要一條而已 就是一條 好 我只要一條而已 真的 你下次 S姐 你下次要這樣 我還是要怎麼樣 你不用管我 這是風雪的問題 我不是 你不要聽我 OK 好 肉魚你喜歡就好 對 快來訂閱小姐副席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